我军少将罗贤哲涉入共谍案 疑似色诱她的大陆女间谍 哇 她现在照片也曝光了 就是透过画面您看到的这一位 她叫做这个李佩奇 身份是国安部对台特科少校处长 可以说长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这个照片来源不明 真假也没人能证实 国防部也不愿对这个传闻多做回应 是他妈 大陆网络上有个超夯的话题 流传让我方陆军少将罗贤哲 甘于出卖情报的大陆美女间谍 就是她 身材高挑 长相美艳 名字叫做李佩奇 九年前和罗贤哲搭上线 当时三十一岁 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 据传身份是大陆国安部 对台特科少校处长 还是唯一女性少校处长 工作负责对台勤搜 能力备受高层肯定 目前全都已经有这个 专案小组的积极的侦办当中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的传闻 我们的立场就是不错评论 对此消息 国防部不予置评 但对岸网友积极展开 寻人任务 照片被疯狂转载 还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与间谍不只被大陆网友 尊称为女英雄 眉艳外表 更让网友揶揄起罗贤哲 只说罗将军也算真性情 爱祖国更爱美女 还说要代表十三亿同胞 和三万侨胞向他致敬 不过照片来源不明 真假没人证实 更被发现照片脸部 颈部不太自然 疑似遭到移花接木 色用国君少将的美女间谍 到底是谁 又有多大能耐 两岸民众都很好奇 最终的领域方刘晓琪 台北报道